哇,真棒啊,魚… 真棒啊,魚… 男女世界,千奇百怪 見怪不怪 一個港男,一個港女 跟你港男,港女 你怎麼這麼過分?要入四萬 海蝦可以嗎? 如果我說,我想吃海膽 那港不港女? 想吃蠔,想吃海膽 看看你演繹的方法 和你要求那個風 和頻密程度 我想說,我要吃蠔和海膽 不是我自己要求的 是人家自己跟我說 明天吃蠔,吃海膽 人家送LV給我 那不是港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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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嘗試用矜持一點的角度 把你剛才想說的東西演繹出來 那你就變成生活有品味 有品味 那就是港女不港女 相識的差別就是在於這個說話的技巧 就是扣口 扣口就可以把你成為一個 低下的港女或者高上的港女 所以為了口 我們就要說吃蠔蠔 然後我又要吵了 是 來來來來 你幾集沒罵過 大家都知道,其實有我在這裡 我經常都會吵的 那我今次又會吵一下食物 是,我早幾天去了西環 晚上半夜三分岸 我只是去吃早餐 打算兩三點鐘 是凌晨來的 三點鐘 吃點心 就去了一間新興食家 是不是叫新興食家 是是是 很出名的 陳奕迅那些都經常去的 對 我真的 為何可以這麼好吃 他真的很好吃 他的奶黃流沙包 神經病 新興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奶黃流沙包身體裡面最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很飽 又很飽 又很膩 但是他的奶黃流沙包 裡面那些餡 除了奶黃之外 他混了這個 我想說海膽 混了這個蛋黃 我真的 你馬上變成狗女 剛才說完狗女 說那麼多事情 沒用 我喜歡海膽 混了這個蛋黃 拆出來的時候 他真的會流心 然後我吃下去 不過阿羽你真的懂得吃 其實這個 因為爵士就住這個地區 其實他搬了舖 你去那間舖是新舖 舖舖在厚和街 是在厚和街 是在厚和街 舖舖那裡已經是出位了 因為為什麼 他專門做宵夜 其實開到零食 你記得早上開始 我記得他是下午六點 開到第二早五點 所以其實下午 他開一段很短的時段 很短的時段 他全天都是吃宵夜的 不是吃宵夜 吃點心 但其實爵士最喜歡吃他的蝦餃 蝦餃我沒事 因為你知道外面的蝦餃 有小到大 你爵士就出去 不敢吃蝦餃 媽媽會收我筷子 為什麼呢 很貴 因為通常不是頂點 就是特點 那裡就是一個大點 很便宜的 很便宜 還有我去到吃了一個 即那裡是售價便宜的 便宜 我吃了一件事 就是我吃過很多間茶樓 做出來的都不好吃的 那前途 其他做得不好吃 因為醬汁的問題 但他的那間很好吃 他那個 是不是叫咖喱 那種咖喱味 是的 咖喱 又要吃下去很好吃 我很想把醬汁去做魚蛋 明白嗎 所以他很想把魚蛋吃下去 很好吃 正的 好吃的 還有他的麵包是馬上做的 在那裡打網聚 在那裡 我們知道了凌晨網聚 凌晨網聚 看有多少人 不是 因為我有AIA飛 我去完AIA 我們玩晚了之後 先喝酒 先喝酒之後再吃早餐 一定的 一定的 其實你喝完酒之後 你吃什麼都比較好吃 真的很好吃 對 對 什麼都飽到 先說一下 他的麵包是馬上做的 所以他的麵包是馬上做的 馬上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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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些叫什麼 雞包仔 大包 還有那些什麼 燒腩卷 燒腩卷 燒腩卷是很棒的名物 其實我沒吃過沒聽過 是一塊五花藍 塞進一個 好像臘腸卷 但裡面那塊是五花藍 吃下去 我告訴你 他做得最好是什麼 很鬆化 我沒有吃 我太飽了 我吃了兩個 不要緊 待會做完節目 我做了一點 我做了一點 我不管了 這件事 無論如何開得這麼好吃 而且開得這麼軟 而且它很便宜 很便宜 十七元 不要吃又鬧 不要吃又鬧 不是 因為卡羅尼太高了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西港島線的通車 其實我們做西營盤 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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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可能喜歡 有一件事 就是讓你們的外區人 吃掉我們這些東西 正常每一區都 其實我有一些 今集就不會說八個房 今集就不會說八個房 因為阿宇講到西營盤 西環和西營盤 西區 西區 因為阿爵士都在那裡 在那裡住 從小到大 我就會告訴你們 其實有什麼唏噓 還有好吃的東西 唏噓 可以去上 正式開始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真厲害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各位有沒有聽過波忌 有 沒有 波忌可以這麼說 以前就是在山道這個位置 它最出名的 下張照片 那張照片 覺得怎樣 這個是什麼 燒鵝比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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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多個粉 很大隻比 很大隻比 我告訴大家 真是真的燒鵝比 因為有些燒鵝比 是鴨比 鴨比 或者很瘦 這隻不是 漂亮 香脆 但是也恥情不在 為什麼 其實以前波忌 在山道都叫出名 通常吃宵夜 阿波 真是叫波忌 阿波哥 真的是這樣做 後來波哥已經先入 走了 走 也是這樣說 現在就在西營盤的市政大樓 對面 有一間新的波忌出現 最初還挺好吃的 因為其實原來都是親戚開的 但是慢慢搞下搞下 現在因為 西港島線的通車 和米芝蓮這個 糟糕 大家吹捧它之後 爵士這麼大面 去到也要等很久 等多久 一去到12點 大概12點開 開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28個人在等 但東西還不可以 還要等的地方 不是很舒服的 因為那條路是超窄 排很長龍 所以其實後來 爵士已經不去吃了 可以不可以 它的水準已經開始下降了 因為通常你要記住 小店 你慢慢做 它就肯定做到好東西出來 但如果像現在這樣 就不行了 還有很多不好吃 還有趨漲是什麼 星期日不開 夜晚不開 這麼困難 只是開下午12點到6點 那肯定是自己舖 也不是自己舖 也不是自己舖 因為它全部賣光 每天都賣光 它最棒的是什麼 除了燒鵝比之外 它有燒鵝比奶之外 其實它有麵和飯 你可以要求它把燒鵝比 即是燒鵝的汁 淋在飯裡 還好 聽到很棒 但是你說現在的質素已經下降了 下降了 此情枉意 我今天是拿來做懷緬 做懷緬 但有一間 現在還可以吃的 現在還可以吃 沒有以前那麼好吃 還有要等 還有去到3點 跟你說去到3、4點 已經沒有燒鵝賣 只有燒鵝和叉燒 下降3點 他剛才問到價錢貴不貴 剛才那碗 我記得是70元 65、70元 你說要開幾點 12點 我12點去到28個位 然後3點已經沒有燒鵝了 絕對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 此情不在 好 第二張相 又再說 好了 這間餐還有得吃的 這間叫做同撈同煲 打火鍋 大家看看 這間普通的 死人 打火鍋有什麼特別呢 好 給一張相機看看 怎麼樣 覺得這個肥牛怎麼樣 好像很漂亮 西環最厲害的肥牛 每個人都說是鷹記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是一間很出名的食肆 那間餐廳的肥牛和這間餐廳可以這樣 駕駛很遠 這間餐廳的肥牛 你可以看到 全部可以給你選擇部位 選擇部位 有頸隻 牛頸隻 有爪邊 有包包 包包是什麼 包包其實是一塊肉 是別人專門在那裡吃火鍋 叫包包 我也真的不認識 我認識這些就很麻煩 OK 很多不同的地方給你選擇 其實它的肥牛真的很貴 那是不是跟著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價錢 不是 都是一個價錢 不過只是你想要什麼不同部位 因為都是珍貴的部位 頸隻得很細分 三百多 最少是吧 368元 大碟 那不是很貴 差不多 這間店 我絕對誠意推介是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不是一間很出名的店 但是它所有的東西 譬如麥汁麥魚丸 麥汁麥魚丸 我可以告訴你 你吃過之後 你就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蛋 即是黑色的嗎 是黑色的 還有它那個沙爹湯底 我跟你說 方榮記好像也很出名 沙爹湯底 濃過它 是濃過它 我們是沒有想看的 沒有想看 不過我告訴你 濃過它 還有全部給你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課真價實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下次有機會 流水 即是它舖糟糕很貴 還可以做到一些有質素的事情 是的 還有它坐得舒服 還有老闆會教你怎樣打火鍋 很嚴重 很嚴重 你60秒 它看到你一輩子不對 就走過來 不是這樣 即是它看到你殺到它一件肥牛 嘩 它會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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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闆真的很喜歡打火鍋 我想是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真的是愛識食物 OK 來了 另外第二間 這間有得吃的 這間 大家一定不知道 有沒有人讀港大 正在讀港大 我看到我的雞 是否是雞 這間 其實以前是一間台灣店 專門在戶台灣便當 在西區也算是有少少名氣 不過我永遠不休做 但後來就轉手租 因為她經常都不開店 因為那個台灣婆是很有錢的 基本上開來就是過程 打阿等 打阿等 後來又轉手給了一個香港的 還要玩一下 有一個老闆 新的老闆娘 叫珍姐 珍姐 珍姐 珍姐非常好的 就是 她是很用心給你一些好的料理 你沒想到一間這樣的地方 有一件名物 就是羊扒 給她一些衣服 你看 嘩 好像一隻蠔 像一隻蠔 我跟她說她的羊扒 你猜多少錢一塊 這樣叫做一塊嗎 一塊 這裡是一塊 這裡兩塊 一塊多少錢 一塊多少錢 正神外面羊扒都 六七十 六十 二十 二十八 二十八 而且第一件事 她立刻在雪櫃拿出來之外 立刻做給你吃 二十八塊 一塊 而且她會加 只加少許的調味料 加少許的 新鮮的 草莓 她不會用 灑下去的草莓 是自己買回來的 美國芹菜 不知不知道什麼 就切到小小的 才立刻做給你吃 是 心機淺都不止這塊錢 是吧 她是不是很小的 不是 不小的 不小的 先回來 麻煩 對了 你把手放出去 把手放出去 這麼大 我的手這麼大 好訓練 這麼大 即是跟她掩殘 正常 扯了還沒扯 扯了還沒扯 她說她 正常的羊扒尺寸 還有她用的肉 是好肉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但是正常一份的羊扒 是會起兩隻的 給你兩塊 你平時的羊架 一樣這麼大 你平時在西餐吃的羊架 一樣這麼大 OK 大家知道大概有多大 我有這樣說 告訴大家 就是說 這個老闆娘 因為我跟她現在有聊天 她有兩道名物 除了這個羊扒之外 就是炸雞 炸雞 現在是流行炸雞 是的 她的炸雞是怎樣的呢 你來到 你坐下 就拿那個炸 它已經醃好少少雞 馬上淹粉才炸 炸完馬上給你吃 好熱氣 你猜不到是 吃完 那塊雞 是有汁出來的 這麼開心 你說那些什麼 家鄉雞 其他那些什麼 大雞大的那些 煮完之後乾爭爭 不是 有汁 你是吃不出 那種嘴釣 但是我真的吃不出 她說是雪雞還是新鮮雞 當然她一定會用雪雞 她說我用雪雞 不過可以煮到你不像 這麼厲害 雪雞都有汁 對了 這兩道名物 還有一樣東西 第三樣當然我沒有給你照 叫做印尼火山番薯 印尼火山番薯 超甜 甜到你不相信的 印尼火山番薯 火山可以種到東西嗎 我怎麼知道 但只可以這麼說 其實她會有個爐 不停放一些番薯 慢慢燒 令到它 對 反而現在是冬天 其實很喜歡吃番薯 很甜 就像台灣的燒熟米機一樣 對 對 還有麥君去就對了 麥君有車 我們沒有了 那裡非常容易拍車 因為是水街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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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開幾點生幾點 她開了早上九點 很勤力 晚上三八九點 還有你去到 搭下賭 是爵士介紹的 我會爵士 對 不過爵士不是爵士 她會送多一些 因為她很有趣的 這個珍姐就是 你坐下來和她聊幾句 她說 不如我再送多一件你試一下 然後你吃羊排 你以為她不吃嗎 她自己都 弄兩塊自己在這裡 和你一起吃 這麼個人的 還有 這間店有私房菜的 是嗎 是在路邊吃 是 我那次試過一次 它有兩道名物 兩道又是兩道名物的 第一個 胡椒豬肚雞 胡椒豬肚雞 真 另外第二樣東西 黃酒雞 真 真 它一定是用新鮮雞 當日做的新鮮雞 所以可以這麼說 這裡這三個地方 有兩個地方 是值得去 一個地方只能夠懷眠 吃什麼 還有那間叫做 叫做 同路同步 同路同步 都是在西環 對 都是同一條街 就是水街 水街 對 我們可以在節目前去吃 下次 他要請我們去吃 忘記了 我請 對 我請 打火鍋 林康正 珍姐交給你 珍姐交給你 我們今集的正確時間差不多 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今天是錄播的 其實如果可以 我也想做直播 不過沒有著事的 吃什麼什麼 就是阿魚不知道 大家會吃什麼 我免得害了大家 我沒有理由 借大家吃甜品 還有吃一些會肚子的東西 各位是我的錯 著事的過錯 我會請這三位一齊吃飯 對 還有我想說 我覺得是要拍照 然後我們下星期的正的youtube 播出來給大家看 會不會好像最爆 伴郎團那些 對 對 今天正日差不多了 嚴家敏 蛤 行了 我待會發給你 Say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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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youtube